威天北科学朋友 竟敢来了解 店船的特色生涯 伦北匆红营国学 是特别提到 学生孩子来基盘一场 向来经典早逃逃的活动 考虑给孩子 采访店家的方式 来增加人对着 店船生涯的日式 不管是从我们在地文化 教案开到文化馆 也是店船有名的观众港典 这些孩子哪逊哪逃 让自己的生活 留下一个处比 更难忘的会议 客家文化馆有很多 看得到值得到的东西 而且这里常常有棒活动 丰富有趣的活动 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哦 从麦克风拿出来 欢迎向学生 变新行为少少的技术 向大家介绍 自己家乡企图的好所在 那虽然对着 不然来他们的台风 向着地习家来请教 我们拿着平板 是在拍 拍摄一些 作案客家文化馆里面的东西 和千巧谷扭乐园里面的东西 让我们体验当一个小小记者 透过侯友经费的赞助 欢迎向学基盘这次 藝術创造的小团 让孩子有机会来实施 当地的特色参业 好方来表示 有些新闻国一直到 旧本的演出 也都是小朋友自己来安排的 那孩子呢 以家乡的故事为题材 那自己写剧本 演出我们 限到154木棉花的故事 那自己写采访稿 当小记者 采访我们轮备在地业者 有指生活馆 以及牛乐园 以及照安客家文化馆 采访这些经营业者 那了解我们在文化推动上的 以及产业推动的一些 辛苦以及历程 让小朋友学习更多的创意 了解在地的文化 为文化保存豐富的 照安客家文化馆 一直到当地的 广播观众中 一路上 孩子是哪里 学习 相信经过这次的活动 大家可以对自己 家乡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早上去了 赵安客家文化馆 还有千桥谷牛乐园 在那边我们都可以 学到很多知识 例如在千桥谷牛乐园 可以学到有关牛的知识 赵安客家文化馆 可以让我们知道 它是怎么来的 然后牛乐园 是可以让我们知道 牛的知识 你有在牛乐园 那边有做什么 就是在那边吃泡 不喂牛 学习的方式 有很多种 其中学生最爱的 还是这种新鲜的体验 透过时代的照片 和触别的方案 不然让人感觉好适 在快乐过程中 合适 可以加亲大家的影响 现在同意 从报道